第92季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2月10日与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 本届各个奖项也逐一揭晓 要说最大赢家非寄生虫没属 这部由韩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 奉俊浩制导的影片 在去年5月嘎那电影节上已经备受瞩目 但好金子不仅在哪都会发光 并且还会持续发光 在这季奥斯卡上 寄生虫再次夺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剧本 以及最佳国际影片 四项重量级奖项 而对于演员的嘉奖 则分别落在了另外四部影片 最佳男主落在了小丑的扮演者 瓦克因菲尼克身上 她的表演在TV军 心目中力压网界小丑形象 在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谓时至名归 最佳女主角则由 主题女主Renee Z.Winger夺得 这位被称为好莱坞最佳的女喜剧演员 隐匿十年再出江湖 一气登上人生巅峰 夺得最佳男配女配的 分别是Brad Pitt和Laura Dinn 她们在好莱坞往事和婚姻故事中的表演 可圈可点 要说本家奥斯卡和中国有啥关系 可能就要落在最佳纪录长篇 美国工厂身上 这部由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 讲述了一位来自中国福建的工厂主 在美国开场扩大产业的故事 而最佳摄影以及最佳视效 则由一镜到底的《1917夺得》 这部全篇充满长镜头的作品 充满好评与争议 据说为了配合这些镜头的调度 主创人员排练了长达四个月之久 如今获此殊荣 也是功夫不负 有心人 说回大人家寄生虫 TV君看到不少权威媒体的报道 都用上了黑马一词 对此小编不敢苟头 了解导演奉俊浩的人 以及多多少少看过几部他作品的朋友 想必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奉俊浩本来是演示大学社会学士 读书期间偶然一次拍片经历 让他触电影视行业 毕业后进入韩国电影学院学习 同时立下目标 进入名校只是第一部 真正毕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 至少有一部短片入围 嘎那 柏林或温宜斯三大电影节 至少有一部短片在釜山 东京 上海等同级别电影节获奖 或者能够拍一部进入院线放映的长片 现在看来 奉俊浩接受的电影训练 就是奔着今天获得的奖项去了 从杀人回忆到汉江怪物 从雪国列车到骑车虫 凤女号跟中国的某些大岛比起来绝对的低差 15年5部长篇院线电影 但是每一部都有所突破 每一部都经历了一次艺术创作的洗礼 所以15年后 他双杀嘎那与奥斯卡 而还是那批中国的大岛们 还在挖十几年前的老套路 这可能就是慢慢拉开差距的原因吧 好了 让我们再次祝贺七星虫 再次祝贺韩国电影这100年来走过的路 所取得的成功 同时还是期待一下 中国什么时候能再出一次霸王别姬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